我們368的鄉頂 鑽台驚淘頭 今天來到屁東的內卜 他們這邊是一個客家村 聽說有在生產桌子 我們現在趕快來看看 來包在冰冬館的家庭 大部分是平原地 因為在大部山下 所以水圓很成就 在地人做了衛生 過去這邊種很多冰冬酒 但是這幾年來 農業也在轉型 發展出很多種的經濟作物 而且還生產巧克力 人家跟我說 要找巧克力 就要來冰冬館這裡找 巧克力跟冰冬館有什麼關係 要考慮了 大哥 嗨 阿芬 你好 你好 黑大哥 人家跟我說 那個巧克力生在冰冬館裡面 這哪有可能 哪裡有巧克力可以看 巧克力在店裡 這邊是可可 那可可跟巧克力有什麼關係 可可就是巧克力的主原料 在哪裡 冰冬樹 可可樹 原在天邊 浸在燕 這個就是可可樹 這就是可可 這個就是可可樹 它長在冰冬樹的架子 它要折燕 所以在冰冬樹蝦滿色 它是跟它一起生長 可以共生 可以共生 為什麼說可以共生 那冰冬樹蝦就剛好當它的遮蔽物 我如果都沒看到可可 只看到蝦 它長在樹幹 它是幹生的植物 哇 你有沒有看到 你看 那個就是可可嗎 可可應該是小小一顆一顆的 怎麼會這麼大顆 這位秋名松大哥 已經六十幾歲了 整天才想的 都是農業要怎麼創新 以前他在來北北区 帶動農民 將冰冬專行種咖啡 後來自己用十年的時間 種台灣的可可 也就是巧克力的原料 原來這就是可可 我都不知道 它這樣有一點點像那個 紅色的苦瓜 然後又有一點像木瓜 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可可樹 因為我們看了 我們現在看的是紅的品種 它兩個大品 一個是黃 一個是紅 紅色的世界上產量比較少 好 我們來看這個可可 它的那個果實要長多大 才知道它可以採收 那倒什麼成熟 要倒像這個顏色 就是我們紫色 由紫色轉到橙色 這一顆就是可以採收了 就開始 這邊成熟 這邊還沒有 它就在等一個禮拜 這個已經熟了 這個紅 這裡嗎 紅這裡剪喔 剖開 它就可以吃了 剖開 用刀子剖啊 就可以把它剪開就可以了 把它剪開 從頭這裡剪 我都沒有看過耶 第一次看過這個可可 它到底長什麼樣子 它會有黏黏的 那是什麼 那就是果膠 果膠 我看一下 好香喔 你看它整個 它是有黏的 這就可以吃 這樣可以吃 它剛開始咬的 前面的那第一口跟第二口 很像那個蒜 青蒜的那個香味 然後它的那個口感很像山竹 但是那個紫又可以吃 那紫吃下去苦苦的 很甜的 嗯 它有一點甘甘甜甜的 裡面全部都是紫 它裡面有50顆 大的差不多50顆 小的差不多20顆左右 邱大哥見可可 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了 他說可可素 本身是熱帶地區的農作物 氣溫一定要有夠溫暖 才能生長 也因為冰冬地區 當年運動 大概在28度左右 所以熱帶可可素 才能疊加落地生根 但是我發現 整個地方裡面有很多狗 邱大哥說 他們不但是中泉 才是他們的好夥伴 大哥為什麼裡面那麼多狗狗 這隻狗 這些狗群 因為牠本身的天敵三個 老鼠 松鼠 猴子 牠滿喜歡 牠整個都會把你啃掉 就是利用狗把牠們驅趕 這一隻叫什麼名字 黑黑 牠看到你很開心 蠻負責任的 是 牠很負責任 所以牠是班長 那幾隻呢 哇 越來越多 那幾隻呢 你看 因為你老鼠滿喜歡 我喜歡的果實 只要你被牠嗅到 這個東西好吃的話 你用 就是你用毒殺 用毒鵝去 牠都沒有 牠都不吃 對 你才會養這麼多狗 來顧這個 蠻有效的 這個可可素對不對 蠻有效的 要不然你看老鼠 牠是白富小老鼠 那老鼠滿小的 肚子是白色的 每天都幫你吃 一點一點一點都幫你吃 小大哥跟他的太太 電力收樓爐的流浪犬 將餅子吃在鬼晶圈裡面 有足夠的生活空間 也很自由 進來可可園之後 我發現可可果有青的 有紅的 會心做很特別 大哥 你當初怎麼想要種這個可可 走投無路 什麼意思 其实我们做农的 当然是多元化 要想要多 不是我们每天压东西就是压得到 压得种 这已经12年了 就是也是从这边 种起来做到巧克力以后 大家知道 因为台湾可以种出可可 其实以前 在我以前就有人种 种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巧克力 后面就无极而种 我比较幸运 那做了可以做到巧克力 把这个东西留在台湾 还是要找到一个 对农家有利的农作物 这个东西很久 你可以收15年 为什么你不做 不用一直做 我一直在更新 再更换一个东西 每年你都重新去翻土那些东西 全世界的食品 饮品 这是全世界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做 我们台湾一直没有这个区块 我们就是缺少这个东西 你每年白花花的银子 几百亿的银子 我们自己留在我们自己国内用就好了 国家可以节省经费 你这个东西你从国外用过来 你要用书 还有它的新鲜度 我们自己可以种的话 它新鲜度更棒 对啊 当地的食材 更献起来 你要多好 可可树对蒸下去到结果 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大哥说 可可果比其他的水果更好照顾 没什么需要農油 所以差不多都采用无毒放任种植 每一粒都使得很漂亮 很饱满 但是可可果采收到后 最麻烦的就是后续的加工工作 大哥 我们现在把它拔起来以后要做什么 现在做发酵 我们做发酵就是要改变它的豆腥 三到五天完的时候 我们稍微把它水冲一冲就不要晒 晒干 这就是已经拔好的可可豆 小大哥 为什么要再贵贵贵 你要挑均匀一点 它烤起来才比较均匀 它均匀点烤出来的豆子 才会比较平均 那像这个可可豆 这个它这样子可以吃吗 可以啊 营养价值最高就是这 它有一点点像那个腰果的样子 有没有 坚果类 可以了 怎么苦苦的 可可本来就有点微苦 那国外的豆腐它的苦度更高 感觉有点点像在吃那个黑巧克力的感觉 嗯 100% 它后面的那个味道就出来很香浓 巧克力的味道 你在做的时候它也是抹 那我们用牙齿用嘴巴抹还是一样 很香很纯 那吃这个就好了 天然的 最天然的 豆子的成分它也没有经过破坏 营养价值就最好 经过三天到五天的发酵了 都要马上洗乾淨 年后进行可可豆的曝晒 大哥说 10年前 根本无人相信台湾可以建出可可 但是现在建了成功 他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农民 农业的方面最辛苦的人得到是最少 假设一个事情 我们是一个公司 他们就是我们的股东 我们用这种想法来做的话 农业的收入都会蛮好 不然我们收的价钱那么高也是因为 你说价格低的话 他们可以不种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不会存在台湾 你价格好的话 他们有经济的来源 年轻人也可以回来 做一个东西不是说光是想到我们的利润 你要想到他们 到底我们的农家有没有经济的来源 这个才是重点 以后的农业可以赚到钱 它不像以前一样 因为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 那世界上全73亿的人口 你都是要吃东西 那以后的农产品 它的价位会越来越高 所以你在做农 年轻人下来做的话会赚到钱 因为我们生产的面积越来越少 你看台湾以后种出来的东西都变宝贝 可可豆经过曝晒 种多余的水分挥发了 就要进行可可豆的筛选 再用全文的阶级研磨出可可膏 一定要在那个温度里面去把它完成 对不对 这像不像铁板烧 这只本身就是炒铁板烧的铲子 是喔 我们来做调温铲 这是在看什么 没有就让它跟冷空气接触的比较快 要不要试看 不可以吗 现在还蛮流 流动性还蛮好的 再过几分钟 它很快的就会越来越割 这跟刚刚完全不一样的浓稠度 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在时间里面把它完成 对不对 它现在越来越不流了 对 很快 越浓稠 它现在已经不流了 对 很快 怎么那么快 等一下我们要再把它回去回问 差不多要冷热几次 差不多 三次喔 所以叫做三温暖就是这样 那如果只有来去这样两次而已 它的口感跟三温暖的口感有什么 差不多 亮面度啊 硬度啊 口感什么都不一样 你拿到手中这个还可以撑好几分钟 你那种没有透过正常手续的巧克力 打开一下就摊掉了 很焦贵的地方在这里啊 它比女生还焦贵 女生需要水 她很怕 她又怕高温 自由者啊 她又怕高温 然后她又要洗脏温暖 对 它是怎样啊 它是巧克力 所以它比女人还要难四 嗯 我可以把它吃后的服服贴贴的 没关系 要用可可膏 全变成巧克力 过程中 需要注意温度的控制 不用太热 也不用太冷 非常不好意思 要不要试 哇 是啊 怕什么 是这边啊 好 你就玩嘛 怕神 好 反正有你在 好 好 我来 看不下去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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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张啦 它已经快硬掉了 不要紧张 紧张做不出好巧克力 是喔 巧克力 应该会每一次做的口感都不一样 都会有差异 对不对 天然的都会有差异 对 会把它补这个动作 是因为 它每一片都要5克 那在刮的 刚刚在刮的过程当中 会损耗一点 所以我就会把它补起 甚至于会再多 对 对 就是我们在做 做东西 做什么都一样 要适用 有那么苦 很苦耶 有那么苦吗 没有那么苦啦 很苦 浮完以后嘴巴很浓郁的那种香气 甘甜甘甜 那个甜 不能讲是那种甜 应该是 回甘 回甘的甘 刚开始100%磨出来的 它没有糖 其实它就是这个原味就是这样 嘴巴里的香气都是巧克力的香 郁广公 对可可豆到巧克力 对人到现在 才要感谢很多人的不看好 因为有很多人的质疑 能做到成功 才能让更多人 看到农村的希望 你那么年轻 怎么会想说 对这个巧克力 制作过程这么有兴趣 家里就种了可可 就要把巧克力做出来 是因为这样吗 你本身也必须要有兴趣 不然你怎么会去参与 就不喜欢读书 诶 诶 读书跟巧克力 我选巧克力 我也不要选读书 是什么呢 成绩是家长的摇头丸 我爸这句话很贴气 成绩考好的时候 就这样点头 也是一种摇头 不好的时候就是这种摇头 所以它是成绩是家长的摇头丸 是啊 没错 前面的观念 你就是把孩子往都市送的观念 所以孩子自然而然就是 我就是把书给读好 其他事情都不用做 我还是比较喜欢留在家里 留在农村这边 那希望还有其他的年轻人 继续投入 还有可能一些回归的 还是说新投入新血这样 其实做农也是赚得到钱 也是很有趣的 我们走到开花结果 东西也做出来了 别人才会说 种这东西感觉也不错 乌农可以做到这样 也是一种奇迹 更是一种骄傲 做农做到这样也是成功 因为爸爸的一句话说 可可树种的碗 应该就能做出巧克力 但是做出巧克力 在这个过程 他们很久用10年的时间 全家总动员 很多虎借在国外 吸收知识 滴滴虎借和台湾的团队 到底合作 就梦想成真 让更多人相信 黑金也可以变成农村的新希望 这巧克力是刚才我跟玉冠 当中做的 它跟一般的巧克力不一样 因为它的热量很低 营用的成分很高 而且又抗氧化 最主要的就是要和我们的环保菩萨 吃到很开心 好酥喔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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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冬来保环保餐 生日已经有十二年的时间了 生日以前都种拌五次 目前看到这堆堆 就是梅珍师姐大哥所提供的 梅珍师姐 还会收日 环保车要出去带环保 我们现在关键带就输了 出去到三天 餐厨 你如果一座路 出去收都差不多收几个点 现在它这边是一个点 村里有五六点六七点 我们家会员 就跟着我们资深的老菩萨 就对于这样做环保 那时候我们家师兄也是很好 就买了一部那个 那种货车 就是这样子 这样斜过来的 我看到大爱的那个 看到那个旧世界 旧台湾的节目 我很感动 所以我的东西我就没有卖 我就通通给持继回首 好久 大概有三十年 三十年 对 主席说来保环保推动 已经有二十年的时间了 参伦陈瑞熊师兄和郭靖相识姐 对1989年就开始做环保 不然两个人在那里来 带动大家做主案回首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古董车 要推出去 要推出去 给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看看 古董车 这个车子 我有载过那个 八台电视 你看看他的钥匙 是在那个车头这里 这是古董车 这很久了 这车跟你多久了 差不多好几年了 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脚比较不像以前那样 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 为什么你这里的回收量这么多呢 就是很多 有住民他们会有去煎出来 我抽着一起出去 他们说这个给出去 我就给他接收 你说现在脚都不方便 为什么你还想再继续再环保 就是还可以做我们就做啊 做到我们不能做就没有办法 这样的 上任师傅有讲 做这个都要做 如果做到没做这个 我们就没办法 这样 略上师兄说 他对以前的三年卡大车 到现在的电动三年车 每天出门提供环保 对隔壁开始 上午到竹田跟林洛乡 都有竹丸要回收 目前也是来报上台环保店 他没有啪啪 没啪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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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啪啪就是比较好用 太长了 太长 反正要这样放 太长了 没 没 走叉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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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的 用正的 没有一句是对 没啪啪 美甄师姐 是怎么听到你在听 一开始做环保 一直都是我在叠 所以就习惯了 像那个有些东西很重 你怎么会拌的上台 因为我们是务农的 所以有这个体力 他也比较知道方法 别的最结实 一类一类 他有归类 对 这些东西是要整齐 要是到各定点的话 也是 就是我们就把那个 拼命冠冠冠冠 就是往里面 转就是往外面 我们回去就是 直接卸下来 然后再开到那个分類区那边 这样拐下去 这样就很好做 回到环保站 实在说 每星期六个环保日 固定有一个阿嬷 会稍微来整理分類 向下地方 我们怎么去号召 这么多的环保志工 一开始就是 一传十十传百 就是一直 他们自动 每个星期 做到大家都很欢迎 就他们 每个星期六 就知道 今天要做环保 他们都会来 姿姐 你说你有去关渡做 过年我有去 你为什么会去关渡 我是住主委 所以你家里是住在这边 如果去儿子那边 就配合那边的环保站 做这样 其实我们落实社区 每一个地方 都有我们的环保站 我们如果是说 人家在住 我们就究竟可以在那个环保站 在那边付出 来保环保站 本来是扁软屋 自动经过两个月经历 才变成一个社区的环保站 让这段阿嬷 够了一个可以免免的地方 也变成一个 可以核心的东西 好地方 怎么会来这边做环保 你来这边做多久了 快要十次了 你做了以后 自己有什么感受 才知道 就是这些回收的东西 要怎么分类 要改参哪个地方 就会自己在日常生活中 就会很清楚 自己会去把它分类 这个学生 他第一次来 他叫我们签十五个 他每次最近每个礼拜 几乎都会来参与 这个 表示这个学生 他本身做的自己很有收获 对 有环保观念 所以他才会持续的 一直来我们的环保站 都会想说 带小朋友来这边做环保 因为他不用在家打电脑 看电视 你怎么没有想说 带他们去外面玩 或者是去公园走一走 怎么会想说 要带来环保站 就是最重要的教育 你怎么想说 你怎么想现在来抱歉 凯寒 你之前说凯寒 你刚才说凯寒 你说凯寒 看到你 客家化了 寒寒 觀眾朋友 如果寒寒的時候 就可以來我們環保站 就不會寒寒 娘家的媽媽 以前這個地都是她在做的 你以前都在這裡做什麼 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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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這個都做一個 做主桌 主桌喔 以前媽媽是做餐 但是現在是大家家裡來做好店 對吧 感恩喔 感恩你 幫忙啦 這樣喔 擠不完啦 怎麼說擠不完 擠不完啦 慈濟的回收 永遠都做不完 做完了又來了 因為大家都是很環保 這個可以廢物利用 好 沒出現啦 好 沒出現啦 丁玉妹阿嬤今年已經82歲了 她是環保站的中泡菜 每個禮拜六個環保日 阿嬤都會在那之前一天 撿到煞車 親身去菜車買菜 阿嬤說 要為環保這天好步 就是煮好吃的東西 她要煮到不能煮為止 土豆 這個是麵筋 這是土豆 現在呢 這是麵筋 這是土豆喔 它有油 好香喔 喔 真香 土豆喔 要煎鹽水 鹽水煎好 放進去 電鍋來蒸 蒸好的時候 麵筋煮過 然後流汁再煮 我們都沒有加油 他為什麼會出這麼多油 麵筋就有油 是不是 土豆也有油對不對 要加那個醬油嗎 沒有沒有 鹽跟糖 加鹽跟糖嗎 好 要醬油 土豆會黑黑 這樣才會清 她這個真的大澡 煮起來的東西不一樣 我吃得到它的原味喔 但玉美媽媽說 我們不要加醬油 就吃得到本身的那個甜味 加一點糖 加一點點鹽巴就可以了 來埔是一個很破壞的農業兄弟 我發現這裡 會變成台灣可可的發基地 是因為有邱大哥 幾家人的齊心協力 跟一家熱愛家鄉的年輕人 經過這幾年的打拼 跟堅持 走現在的成績 在社區的環保站 我也發現農村阿嬤的可愛 用單身的心 為環境付出 她沒門收穫 好像說要讓一台驚孫子 一個清潔的環境 368出去走走 阿嬤的後一會 要帶大家更沉浪 台灣每個角落 將台灣最美的風景找回來 好久不見